提診一袋又一袋 這些都是會客菜 準備送給獄中受刑人 只是這些都得經過層層檢查 都會每包拿起來檢查 然後每包下面我都會去翻轉 然後眼睛去看 再三確認就是不讓任何人 有鑽漏洞的機會 果然就有人以為能蒙混過關 一個袋子是一包菜 但是它這一包菜是有兩個袋子 所以它這個中間兩個袋子的夾層 夾層就比較詭異了 疑似這舉動露出馬腳 特別拿出來意味發現兩台折疊手機 日前有業者接受委託 帶送會客菜進宜蘭監獄 但因為他不只送一位 一口氣提了24小包 總共2公斤引起關注 結果就在檢查時 其中一小包被檢視人員 發現塑膠袋夾層有可依物品 跟別道菜色不同 改套兩層塑膠袋 3C用品就放在夾層縫隙 而這一次是要偷偷給一名綽號 老虎的獸型人 曾是天道盟主的貼身保鏢 犯下多起槍擊案 判處四年兩個月 其實玉州每一天都會供應菜色 像是炒板條 香菇肉跟烘飯 炸魚條等等 聽起來相當可口 照顧好飲食均衡 但還是會有人想吃吃外食 請親朋好友幫忙 一人限制兩公斤 結果這回被發現 趁機偷運維禁品入獄 目前已經扣留 事後業者表示不知情 但也遭到懲處 預防不再接受他們的訂單 還好中途攔截沒讓他們得逞 後續交友檢警調查 玉州也會加強控管 往後不只手動檢查 還會利用X光機 避免類似狀況再次發生 TBS新聞檢查成員 尚文宜蘭 采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